當年的ECFA 現在民進黨還不想要說ECFA被取消 還是繼續也很開心 當年說賣台 當年說你們怎樣出賣台灣 現在通通沒有 希望ECFA繼續 這些衝向美國國會的那些proud boys 還有女性 在裡面被美國國會的警察 砰砰砰槍殺 四個人死亡 我們太陽花運動 佔據了這個異常這麼久 衝向行政院 最後他攔阻了對台灣有利的 能夠去確保台灣跟中國大陸經貿的這種保障的 能夠某種程度事實上從這邊去連結到 跟亞洲經濟整合做這個連結的 對不對 而把這個斬斷了 你造成了多少台灣的家庭 事實上的經濟生活環境受到影響 我們有多少老百姓事實上 你會做我們台灣這個小市場 你還期待我們台灣人能夠去加薪嗎 我從1995年回來教書 到現在我們的大學教授們 薪水一直都停止不變 百分之百分之一點點的變化 對不對 是 而我們台灣居然說 我們的平均的收入大概是兩萬八千多塊美金 老師告訴你 全世界排名第35名 現在因為我們是台幣升值了 人均GDP說 今年會來到三萬美金 但是蔡英文好驕傲 說我們的經濟成長率是亞洲四小龍之前 但是誰在跟你亞洲四小龍 老師 這個是我們有驕傲的地方 但是這個基礎是什麼時候打下來的 而且只剩下什麼東西了 第二個科技新貴 很多科技新貴自己都很心虛 第一個他們真的都不太貴了 第二個他們都知道只有少部分科技吧 是啊 大概跟台積電有相關聯的 跟現在跟 也許現在因為中國大陸需要鋼鐵 現在鋼鐵股航運股 這些發展 但是也只是表現在股票上 台積電百分之七十是外資嘛 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真的比較深入的看穿看透這個問題的話 你不要再受到這些被議員堂掌控的這些言論 是不是 那實際上台灣人真的受惠嗎 受惠的 他們沒有在國會上受到槍殺 像這次美國一樣 他們受惠的他們去當黨官 他們去當民意代表 在民進黨裡面 在節目上唱歌跳舞 是 是不是 都去當高官啦 我覺得 我們看待這樣子一個剛好兩個對比的 台灣的太陽花 和美國這一次的國會的衝撞事件 其實我們台灣怎麼去看 而更諷刺的是 在美國的國會的會場外面 還有中華民國的國旗 是啊 我們台灣的川粉 真的是 太熱情了 熱情到都不知道怎麼去面對這張照片 美國的媒體大概沒有在討論這個東西 可能這下沉澱的時候會有一些這個報導 但是我們到目前為止 台灣的這些駐美的單位 或者我們政府 也沒有對這個事情有任何的這個大標的意見 有啦 今天這個外交部有說 對於這個暴力衝突有點遺憾 覺得很遺憾 但是呢遺憾又怎麼樣 這就是代表說我們台灣的川粉們 我想問一下老師 因為在這次美國選舉的時候 台灣好像自己在選總統一樣 好像很投入很深 而且覺得川普應該要勝選 然後拜登就是親中啊 就是呢怎麼樣 跟中國大陸有一些眉來眼去的啊 加上這個國旗的事件 代表呢我們台灣川粉還蠻多的 我現在都不要說用我們自己 我現在我們越來越了解國際事務 因為國際事務越來越一體化了 那不只是經濟的一體化 其實很多東西都會有相互的這個利益的連結 那我們就拿別人怎麼去看 別的國家怎麼去看待美國跟川普 這樣子的一個政府 那你看這一次這個川普 以及跟我們台灣這樣的這種關係 很多人就覺得說 到後來其實他基本上 你還記不記得 剛開始兩年的時候 川普對習近平還是蠻巴結的 對不對 然後呢到2018年開始推動這個 就是貿易戰 科技戰 到後面這一年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新冠疫情 他整個就把它翻轉變成 冷戰時期這種意識形態的對立 任何跟這個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或跟這個共產黨有關的 這些企業通通都關關關關關 通通都要求他不能夠這個營業 然後呢華為都必須要去關掉 然後也同時脅迫其他的國家 五眼聯盟有沒有 一起合作啊 英國本來是開放華為的 但是在五眼聯盟之下 壓力現在也不開放 我們台灣也跟進啊 也跟進 是啊 但是呢 有一個國家 有一個團體 歐盟 德國 他全部是這樣子 是是是 12月21號 梅克爾 做了15年 德國總理的梅克爾 是借大家所景仰的這個領導人 是 他就宣布 對華為部分的開放 然後呢 在兩個禮拜之後 12月30號 他領導的 歐盟 在美國的拜登總統的國安顧婚 的這種警告之下 拖延了幾天 對 他繼續的說 我們要簽 中歐投資協定 對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這四年 以及這一直以來 美國對待他的盟國 不是以盟國之資 不是以盟國的這種態度 來去跟他相處 而是根本就把你以上對下的 對阿 是的 這種小朋友 你必須要遵從我的話 他老大哥心態 你看 拜這個川普 甚至之前的美國政府 對待盟國都是如此 對待我們台灣 是不是 我們還在那邊說 台美關係多好多好 你看看那個AIT 在台灣的處長 到台中市的時候 對待我們的台中市 台中市的市長 之後那個聲言 多麼嚴厲啊 回顧影片還獨露台中 是 這個是小鼻子小眼睛 這是個大國應該做的作為嗎 我認識他 麗英傑 過去跟他互動的時候 其實他都很溫文如雅 很客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一旦被政治任命 做這個處長之後呢 就開始轉變 是 所以就很多人 就不是我所過去所認識 所知道的這樣子的人 一旦大概 現在基本上你靠了這個川普 你黏上了這些共和黨 他們這些這種風格的話 你就開始在做變化了 那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拉回來 到美國這次的世界 是 你看到越來越多就是 類似像是川普這種 川普主義風格的人 從彭斯到龐培奧到這個Ted Cruz 到很多的這些共和黨的這些明星議員 有些還很年輕 他們的下一個generation的這個領導人 是 多多少少 都有這種意識形態導向 都有這種就是 這麼完全的黑白 敵我的這種認知 然後呢 要用一切可能的強制 制裁的這個手段 去針對那些不聽話的人 這種帝國主義式的 這種美國霸權式的 這種領導風格 冷戰的時候也許有用 現在已經不能這樣子 是啊 那甚至你看巴西媒體都說了 這是唯一一次沒有美國大使館參與的 這個就是說流產政變 在美洲大陸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台灣怎麼去更認知了解到 跟美國的相處 當然是我們重要的這個支柱 但是呢 跟兩岸之間的這個關係和互動 在美中之間 我們怎麼樣去了解我們的利益 對 要以人民的利益 人民的生活為依歸 在這種前提之下 那我覺得 這一次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吧 是啊 老師講得很好 尤其呢在冷戰的時候 你知道嗎 美國呢 佔全世界的GDP是二分之一以上 但現在呢 頂多二十四趴而已 所以呢 等於說 其實美國的國力已經衰退了 中國大陸呢 已經來到了百分之十六左右 所以等於說 中國大陸在緩步的一直在上升當中 美國國力已經在衰退了 所以呢中國跟台灣 還有包括美國這三邊的關係 我們不能夠偏頗哪一方 我們小國是應該要能夠自處 今天非常謝謝楊教授 來跟我們參與討論 我們下次見 拜拜